安迪 安迪 妳要加油 我們結婚三十週年要到了 妳要趕快醒來 妳要趕快醒來 我真的很不捨 所以我決定在十二月二十四那一天 幫安迪哥辦告別式 告別式選在夫妻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日 安迪的遺孫阿娥實在忍不住淚水 安迪罪時到來三期 十二月二號不幸離世 事隔三天 家屬出面宣布身後是安排 憔悴和崩潰全寫在臉上 阿娥和她的兒女各自寫了三首歌 要在公祭時唱給安迪聽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想到時候我可能想說 頭七她會回來家裡 我再來問她 阿娥談到二十多年前 夫妻倆遭遇加一大火 所以安迪不想火葬 但也沒買好墓地 該怎麼辦 一家人實在想不到 只能擲背問安迪 很難過 因為我以前都會跟她說 爸爸有一天要帶你站上小巨蛋 對 但是就是爸爸還是跟我說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來 女人林一蔚早上在臉書 分享朋友捕捉到安迪 在台下猛拍愛女表演的照片 都讓林一蔚忍不住淚崩 因為她在無法完成 帶爸爸站上小巨蛋舞台的夢想 爸爸走了那一天的清早上 我夢到她 然後最後我就抱她 很真實 然後感覺爸爸就是跟我道別的 而且阿葉在安迪離走前 夢裡和爸爸相見道別 林一蔚演說很常夢到安迪 都讓一家人更想念最愛家的先生 和好爸爸 三十歲先診能樓下 SN小組新媒體報導 SN小組新媒體報導